好 资源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庭审现场 然后刚刚我们从庭审现场出来 今天一天下来 我想最辛苦的应该是证人 今天出现了第一位证人 这个证人叫周乐 他的discord名叫咖啡文乐 然后今天一天都是对他的训问 然后先介绍一下庭审整个的一个情况 然后郭先生今天穿的是灰色的西服 然后跟我们每一个战友打招呼 进来有眼神的交流 包括到了下午的时候 吃完饭之后 也跟我们战友有一个眼神的交流 然后今天郭先生也是非常非常的轻松 那么今天出场的检方的政府的律师 是那位女士 我们这边的律师出场辩论的是C的 今天就他们两个 然后就一个证人 就是刚才说的咖啡文乐 我简单记理一下 先说个大概三个点吧 三个点大家去判断 这个 我说他是谎言呢 还是什么呢 都不太好 对吧 这个是我的个人观点吗 这个大家去判断 第一个他说 他说这个当时的GTV投资 郭先生是要把GTV做成第一 并且取代这个YouTube 我记得郭先生从来没说我们要当第一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说 这个 G系列的那个G G series那个G 代表锅 我想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在下面留言 那个G到底代表什么 对吧 然后GTV我们是要做第一 还是要做唯一 对吧 然后第三个 他说 G Club 是 去买这个会员 必须是 这个农场 必须是 这个 这个 法制性投资者吧 是吧 然后这个我们的会员才能去买G Club 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在下面留言 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称他为 三大谎言 当然还有一个 他说 新中国联邦 是要取代 CCP 然后在中国执政 他大概这个意思 今天这是几个要点吧 刚刚出来我还怕忘记 然后先跟大家分享 然后 简方 跟这个咖啡文乐 在这次坐证之前 会面七次 七 七次交谈 对答还比较 对吧 对答如流 跟简方 等到我们C的开始问问题的时候 他一个问题至少要停顿 五秒到十秒 这算短的 还没说长的 对吧 至少停顿五到十秒 他要想 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的感觉 而且非常小心翼翼 生怕一不小心说错话 所以我说今天最累的 就是证人 证人这个活 确实不好干 今天大概几个要点 或者说是重点 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 然后细节 大家去看联盟的节目 好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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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ent